高空俯瞰 大片河床干枯见底 前所未有的冬季干旱袭击法国 连续近40天没有降雨 罗亚尔河水位创下新低 罗亚尔河是法国最长河流 流经12万平方公里 超过五分之一法国国土 往日的潺潺流水 如今只剩下黄土细沙 气商局统计 二月份的降雨量不足75% 通常夏季才会启动的限水措施 政府不得不提前到三月 直被枯萎 野火频传 民生经济也大受影响 种种现象给水源储备带来巨大压力 法国总统马克宏出面呼吁制定 省水计划 同时沿你废水再利用 带新闻落着进编译 柬水计划